第二个是股汇市场是什么 这个我会后面会给大家讲 第三就是 大家现在可能搞不清楚 我们现在先用了一个网页去登去注册 注册完了以后 我们又去搞了一个什么MT4 很多人不太清楚 就是平台和MT4这款软件 什么是MT4 我后面会解释 他们之间的一个联系 第四个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课程 这个学习 这个待会我会跟大家再来讲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学习股票和外汇的必要性 那么第一个外汇性 这个必要性就是防止被坑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接过一些这样的电话 什么样的电话 就是这个大哥 你最近股票市场特别好 你要不要参与我们这个 要不要参与我们这个股票 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这种电话 那么其实如果你要不懂 然后你要是加入了99% 你应该是亏钱的 你应该是亏钱的 所以来说这一个就是防止被坑 我相信大家可能接到过类似的电话 如果大家接过的话 你可以在你的微信上面 可以稍微说一下 就是我看大家接过这种类似的电话没有 你们也可以把这一个跟大家一体分享一下 就是你接过这种电话的一些经历 我现在把声音已经打开了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接过这种类似的电话 我没接过 我没有接到 没接到过 接到过 你分享一下 没有接到过 其他都有接到过 好吧 好 好 我是陌生电话都不接 可以 笔案很厉害 不愧是居住在宜昌的 好 我们继续 继续 然后第二个合理理财 这个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 就是所谓合理理财 就是如果你的钱 如果你这个钱放在银行 现在银行的这个银行的这个理财 我给大家算一下 银行的理财是一年年化收益率 什么叫年化收益率 就是365天 365天是大约是在2.8%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 2.8% 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给大家拿个计算机 给大家算一下 因为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什么叫年化收益率 就是1万块钱 1万块钱 然后0.038 也就是存一年 注意存一年是0.038 然后就是一年1万块钱 是380块钱 好 我们继续来算 算什么呢 就是每天应该是多少钱 因为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呢 这里面就涉及到365天 所以我们除以365 把这个声音关一下 好 除以365 那么正常情况下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你银行的钱 1万块钱放在银行里面 那么成固定利息 一年一年 差不多就是1块钱左右 1万块钱是1块钱左右 1万块钱是一天 1块钱左右 那么我刚才给大家看了 我们刚才这个白山 白山同学的这个账户了 他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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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已经有 白山账户应该在这个里面 在哪里 白山账户 因为我们这里服务器很多 应该是在这个账户上面 等一下 怎么这么大的杂音 你是把声音关掉了吗 哥你把声音关掉好吗 好 来白山的账户 这是白山的账户 那么你可以看到 他今天一天就已经有0.35了 今天一天就有0.35了 那么当然今天还没走完 那咱们就按0.35来算 好吗 咱们0.35来算 0.35 然后乘以220 我为什么乘以是220呢 不乘以365呢 因为这里面要把节奖日给算去 周六周末你得要算走 对不对 然后你要把这个别人也就是 别人也会有一些 比如说像国庆 像元旦 像圣诞节这个地方 他也会要过节 然后过节的时候 那么都会停休 都会停止的 所以来说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按照这一个来算 它是0.35 0.35 0.35是多少呢 0.0035乘以220 那么收益率 收益率就是目前来看 目前来看0.77 也就是收益率就是 年化收益率应该是77% 当然现在我们只是算个初级的 下节课我们再来算一下 好吗 当然这个东西我们只能说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不能是说我们这里就保证有77%的这个收益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尽量会做到这个那个 然后呢 我再说一下稍微说一下 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个原理 就是很多同学都不太不太知道 为什么这个我能赚钱呢 是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位做外汇老师 有一位做外汇的老师 他在这里操盘 他在这里操盘 然后呢 他做了每一单 然后呢 我们这里有个跟单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跟单系统的发射器 然后发射器以后呢 他就会做一个主账号 然后我们后面的这个账号呢 你看啊 这个跟单这一个账号 大家可以看到是211233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账号 那么在这里呢 就会出现一个 我们这个白山同学啊 这是白山同学的账号 2121779 这是白山账号的这个同学 他的这个账号呢 就会跟着一个 你看就是这个刚才这个账号 就会跟这个账号 然后我们这个老师 就是我们这个操盘老师呢 在前面 如果他赚钱了 你就会跟着他一起来赚钱 如果他亏钱了 那么你就只能跟着他一起亏钱 所以来说呢 它是一个这样的原理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突然蹦出来的 这是需要我们老师在前面 不停的就是要去做一些单子 然后分析一下市场啊等等 诸如此类的一些东西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是说现在我们是有老师 在后面在操盘这个事情的 所以这个钱并不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 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个钱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你坐在家里 不会有人给你这笔钱的 所以这笔钱是我们老师心情的付出 好吗 好那这个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了 理财的事情我就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当然我是说就是说大家如果能自己做的话 相当于这个就多了一笔理财的收入 好第三个成为职业 这个我就不用说了 你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什么基金分析师 股票分析师等等如此类的一些东西 这些职业其实都属于我们这个行业的 都属于我们这个行业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想做这个行业 你如果真的想做这个行业 OK那么你就把你的技术做得更好 好第三个呢 第四个呢是增加弹资 那增加弹资我觉得这个呢可能大家不太明白 就比如说你跟你戈壁左右在进行聊天的时候 聊天的时候呢 我拿出一个拿出一个成绩单 等一下 这是我们这是我们方总 这是我们方磊 这个刘洪和这个致命换蛋 他都这两位都是认识的 这是我们方总做的账户 这是我们方总做的账户 同化顺 同化顺是一个股票软件 上个月上个月的这个市场非常难做 大家都知道九月份 九月份市场 十月份市场非常难做 然后他三个月平均盈利百分十六点九 百分十六点一九 当你有这个盈利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你跟你的戈壁左右 你跟你的同学在一聊 别人都会非常崇拜你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 现在人和人的关系非常简单 第一亲情 第二就是利益 那么他当他知道 你可以用一些这种方式在赚钱的时候 别人就会巴着你 这实话是说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有点过 但是呢 我告诉大家 之前我们也是 我们自己就是做一些这个东西的时候 别人就会一直 就是我们有一些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之前在一些操盘的公司里面 然后我们下去吃饭的时候 那个操盘 这个餐馆的老板就会跟我们说 最近有什么股票可以上涨 最近什么可以推荐一下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股票怎么样 这个股票后面会涨会跌 我在哪个地方入手 等等如此类 我告诉大家 其实都是一样 等你们学会了以后 你跟一些人一起谈 他知道你是 他知道你是这个真懂的 他一定会跟你 就是不知觉的拉近一些关系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 我是有这种感受的 其实其他行业你说有没有这种关系 其实没有 你比如说 我说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原来是做隐私的 我这个就不用去多介绍了 那么做隐私的 无非就是一个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 所以来说 你像我们就是做技术 那做技术 别人 别人如果要是不需要你这个技术 别人也就不需要雇佣你 也就不用巴着你 等等之如此类 但是你说这个行业 真的 你放在任何地方 它都是有用的 都是有价值的 所以这一块 大家记住这句话 你们等你们学会了 你们跟外面的人一聊 你的身价就会暴涨 我说的这个身价 不是说你这个转会的身价 我说的身价是 指你后面慢慢的 就是你的人员就会特别的好 就是很多人就会不自觉的去找你 今天吃了没有 他故意给你打一些伤 然后说你看一下 帮我看一下这个股票怎么样 等等 诸如此类 我告诉大家一定会有的 明天我会把我们的方蕾 方总明天不上课 下回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我们的方总拿出来 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是2020年跟着我学的 好 看大家有一些什么想说的 这个我把声音已经打开了 然后我看看等一下我记得 好 有有什么问题吗 好吧 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 第四个就是 第五个就是磨练性格 磨练性格这一块稍微说一下 就是做这个交易 最终我告诉大家 第一是磨心 磨技术 第二个就是磨心 等你把这两个东西磨好了 你的性格会大变 这个我和另外一个之前我教出来的这个重庆的一个老师 他是个大学老师 他和我都是这种感触 就是学完了 就是把这个做好了以后的 你的性格会变得更加的圆滑 我可以用圆滑这个词 就是说有时候你该忍的时候 你一定会忍 有的时候你不该爆发的时候 你一定会不爆发 然后有的时候该爆发的时候一定会爆发 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 这个你们现在体会不到 但是以后慢慢的 你们记住我今天说的这个话 你们以后慢慢会体会到的 好下面一个是增加收入 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 然后下面一个我觉得是这样说 就是当下的经济是越来越差 比起做生意做证券更靠谱 那有人说 我想去开一个奶茶店 难道我做开奶茶店 比你这个东西靠谱 没有你这个东西靠谱吗 好我在这里就假设一下 我们在这里稍微假设一下 假设一下 我们就以刚才奶茶店为例好吗 那么在开奶茶店的时候 你需要去注意的一些什么问题 第一就是市场的情况 那市场的情况这里面我们不便多说 其实你想想现在有没有动态清零这个东西 如果有的话你的地方会被封接 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最近某个地方 又是把一个刚刚开业的一个奶茶店 给直接给关掉了 因为他先说了一句什么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请戴好口罩 因为请戴好口罩 说在了后面 欢迎光临说在前面 然后被罚款 然后被要求责令停业 大家应该看到这个新闻了吧 那么这都属于什么天降恒货 这个东西你能控制吗 你控制不了 对不对 第二个需要装修 装修不可能是白装修的 要钱吗 要钱 第三个有独特的技术配方 那这个东西我不用说了吧 你奶茶店你要好喝 那才会有顾客 你如果奶茶店不好喝的话 那就算你加盟 你要给别人加盟费 对不对 这个是要不要钱 第五第四个需要押金 你进货要不要押金 所以来说你这个东西 你门面要不要付一个押金 你包括你的技术 你再去加盟别人店的时候 你要不要给押金 这些东西都是钱 好下面一个有客户 那我就不用说了 你的这个地方 门面好不好 然后会不会做宣传 然后能不能在美团上上 然后等等诸如此类 这都是要有客户 然后需要配套的设备 你比如说你搞个奶茶店 你的一些该有的一些设备材料 你都买吧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要花钱 好第七个 你不能是说你开个奶茶店 你自己在家里守 对不对 因为奶茶店至少都是请一些 靓丽的美女帅哥 如果咱们在这里呢 都是40多岁 30多岁的一些成年人了 你觉得你去守合适吗 那肯定是要需要去 请一些这种美女帅哥 那这些美女帅哥 说你请她的话 你要不要开工资 那这些东西你想想 你开一个奶茶店 尚且如此的难 尚且如此的难 那你说一下 这个东西真的好做吗 好 那么咱们就再说一下这个行业 咱们再说一下这个行业 那这个行业呢就非常简单了 有一台电脑 有一个手机 那当然你没有写那个东西吗 钱对了 你也得有钱 那么有钱呢 我们把它其实没有写进来 你就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情况 大家往里面存1500块钱 你觉得这个钱很多吗 大家觉得这个1500块钱很多吗 其实也就是出去吃个两三餐饭的钱 对吧 现在出去消费这么高 你吃个火锅三四个人 四五百块钱是要要的吧 对吧 所以来说也就两三餐的钱 那两三餐的钱 我觉得我都不好意思写在里面 你说1500块钱 四个钱嘛 在这个当今的社会 所以来说呢 就是我 你跟这个奶茶店的比起来 咱们跟奶茶店的比起来 我们奶茶店 你觉得要投资多少 10万块钱要吧 我不说多的 10万块钱要吧 你这个东西 1500块钱和10万块钱 你觉得有什么好比的吗 同志们 你们觉得1500块钱和10万块钱 有什么好比的吗 所以来说呢 这个我就没有写 然后呢 这里头呢 我们这个行业呢 只需要什么 只需要你有技术 然后有一台电脑 或者一台手机 然后有网 你就能作单 那么这一个就 就比比较好说了 我不是说 我在马上过 过一两个月 我准备出去玩嘛 我准备去 去 我准备去德国去玩一趟 去法国去玩一趟 然后去非洲去玩一趟 对于我来说 这些地方只要有网 然后我有一台手机 我都能作单 我不会限制 不是因为 因为我在法国罗浮宫 我就做不了单 因为我在这个开罗的金字塔 我就我就做不了单 不可能呢 对不对 所以来说 我只要有一台手机 有个网 我在世界各地环游旅行 我都是能赚到钱的 这个毫不夸张的跟大家说 这个我是在2021年 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跟我们的第一个 第一批学生 方磊 然后大家以后就会认识 他现在也是我们核心团队的 这一个成员 然后呢 方磊我就说过 我以后的这个目标 就是一边旅行 一边赚钱 基本上现在已经实现了 所以来说呢 这个东西 你想想还有哪个职业 比这个职业更有诱惑力 我就问你一句 好 打比方 做影视的 能做成这样吗 你做影视的 除了做Vlog 做Vlog 你如果就算是想接单赚钱 咱们说句不好听的话 你要有一台非常好的电脑 对不对 然后你要有时间 做影视最多的是 要求你的时间 也就是说你 比如说这个项目 可能要做12个小时 你就得扎扎实实 绑在这个电脑上面 绑12个小时 哎 你就不能去做其他的事情 你想去旅游 那不行 不好意思 你的电脑怎么办 你这个跟客户的交流怎么办 等等如此类的这些事情 所以来说呢 你想想这个好做吗 不好做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 我们这有一部分朋友都是做影视出身的 然后呢 这个我自己也是做 影视出身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再来说一下 就是影视行业和我们这个行业的对比 影视行业和我们这个行业的对比 第一 有需求 有需求 说白了就是客户 其实就是和我们第五点 客户 好 第二个 有好的技术 其实说句实话 影视行业的技术 够用就行 那么什么叫做够用呢 这个我是有感触的 够用就是你前期的拍摄 拍的还不错 然后呢 后期剪辑呢 相对来说放的比较比较弱的一个地位 会剪就行 会剪就行 这个要不让我们的这一位来讲吧 这位刘洪 我现在基本上没做影视 大家也都知道 刘洪呢 稍微介绍一下 刘洪呢 他是在湖北襄阳 他是做他自己是开了一家影视公司的 所以来说呢 我觉得照他来讲 可能比我来讲 更加那个靠谱一些 大家也可以听一下他的这个想法 就是做影视需要哪些条件 刘洪你来发言吧 等一下我把声音给打开 来你来讲吧 突然点名了 不好意思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比我会讲 我现在影视好多年都没碰了 来你讲一下吧 而他说他没麦 他没麦吗 等一下 刘洪你用那个手机 用小程序登录 像我一样也可以 对 你用小程序 来 我先等一下你 我们可以讲一下后面 等一下让我们刘洪 喂 我把麦接上了 好 你来讲吧 就讲实话 这个讲大事 实话是吧 实话的话 影视这个行业 你要在北上广 你最好是做这个 关于这个三维啊 不要做失拍这些技术 因为这个东西 你从一个小地方过去 你也接触不了 多大的案子 也没有 也没有用过那么好的设备 但是你在小城市做呢 小城市做影视 完全就是关系 什么关系呢 就是做政府单 如果不做政府单的话 就一些商业单 商业单哪些单呢 就是一些活动拍摄 婚礼 企业宣传片在这儿不用想啊 现在没有哪个企业找你做宣传片 主要的我觉得 做影视的话 就是北上广啊 做一些三维方面的工作 但是这个东西 对技术要求我们也知道 光辉技术可能不行 可能对这个整体啊 审美啊 都有一个要求吧 可能工资也不会太高 这是我的理解啊 你刚才说 在小地方 什么企业宣传片就不用想了 没人去找你做企业宣传片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结论呢 现在没得几个企业 愿意花个几万块钱 甚至十几万去拍额宣传片 几千万元倒有可能 要能去拍个抖音了什么的 但是这种东西要卷着了 四个人拿个微单都能去拍 跟大家说一下 它在湖北襄阳 湖北襄阳呢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比如说湖北的省会城市是武汉 武汉下边这一个城市呢 就是襄阳 它应该属于三线城市 因为武汉属于二线城市 所以来说呢 这个襄阳就属于二线城市 那么如果要说这一个其他城市的话 其他城市的话 就比如说安徽 安徽这个合肥肯定是二线城市 那么三线城市呢 就是那个南京旁边的那个叫五湖 五湖就属于三线城市 所以来说呢 大家可以自己定位一下 你现在在哪个城市 那么大家也可以跟他问 跟我们的刘洪可以聊一下 就比如说你现在做一些影视 你想去怎么样的一些发展呢 然后后续可以接到一些什么单呢 都可以跟我们刘洪 因为刘洪是从底层做起来的 所以来说呢 他应该是非常非常了解这一块 而且他一直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 今年2020年的11月份 他还在这里在这个行业做 因为我都已经不在这个行业做很多年了 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来说呢 大家可以直接问他 他是第一手材料 他是第一手材料 相对来说呢 我呢就是可能走的稍微远了一点 我之前最后做这一块的时候 都是在做电影电视剧这一块 可能大家这个离大家的这个距离有点远 好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跟牛洪可以交流一下 警现影视方面的问题 因为他是做影视的 都没问题吗 没有没有 我们还不敢谈意思 好 让我继续 其实我和刘洪的感触是一样的 我和刘洪的感触是一样的 其实在影视行业最终不是拼你的技术 最终是拼这个玩意儿 最终是拼这个玩意儿 拼到最后就是拼你的关系 拼你有没有客户 还有 我补充一点 你说 有的想着市场业务 市场业务什么业务呢 比如说你在抖音经常发一些作品 就像那些很短的一些片子 拍点城市的景 这种是有一些市场业务 但是这个业务肯定就是 1000块钱 2000块钱 而且你还要亲力亲为 基本上就这种业务 基本上你是怎么说呢 不做政府的大业务 你是赚不到钱 那你如果要做政府业务需要什么呢 需要技术和什么 需要技术都不需要 我连技术都不需要 我说实话 如果我要 我现在基本上我们去年跟前年接的政府业务 我去都懒得去 或者我去就是看到 看一下就行了 或者是素材拍回来 我们直接制作 或者是我们直接请个人过去拍就行了 根本就不需要去买什么设备 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事 其实你的结论就是想说 做影视 如果你想赚到钱 你就是要拼 拼这个关系 跟技术没关系 是这个意思吗 你不拼关系也行 你要去能北上广 能跟他这个外国人去竞争下 那个三维影视制作 那也行 但是能有几个人去 说的很现实 如果就在本地有什么发展的吗 比如说在三线城市的话 拍婚礼 给别人拍活动 说的很客观 拍婚礼现在是什么价格 双机位 我们说单机位 单机位普遍的话 婚庆他们可能找客户要了1200 可能给你800有了给你600看你 看你这个行业的水平吧 一般就不是平时不是112512的话 基本上就是800块钱 800块钱剪辑会多少钱呢 800块钱含剪辑啊 我知道剪辑一般分的多少钱 因为我之前我是做过婚庆的 你知道 那都剪辑都是自己拍自己剪了吗 这点钱你还咋分呢 剪辑我原来跟大家说过 剪辑婚庆剪辑60块钱一部 单机位双机位150 现在不行了 现在要给人家剪点 什么30秒的朋友圈广告 还有一个花絮 比以前复杂一样 现在他不是有一些学生在剪吗 一般不会自己剪 都是学生在剪 现在婚庆剪辑数到钱 单机位 要剪花絮这些的话 都是200块钱吗 那还行啊 那花多长时间剪下来的话 你剪个花絮加调色配音乐也得个半钱吧 还可以啊 相对来说 但没人找你剪啊 一般他自己拍自己剪 对啊 也是 因为现在像 因为现在结婚的人都变少了 我发现 对 结婚有时候疫情 我看他们十一有的都改期了 有的都退了 好吧 真的是太残酷了 好吧 影视行业 这个影视行业 因为我们是最懂影视行业的 所以跟大家聊一下 你说奶茶店 我可能还有点虚构的成分 影视行业 我是一点没虚构啊 这个跟大家说 好 这个我们就再来看一下下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东西 首先第一 你有个技术 那这个肯定是要有的 所以我们就开这个班嘛 好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其他东西 不需要有关系 不需要有客户 这个我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就比如说你下的每一个单子 你下了个每个单子你需要客户嘛 你不需要对不对 因为你就在电脑上去操作这个事情就行了 然后呢不需要有好的设备 这个实话是说 你不管是做前期的拍摄 还是做后期的这个AE 3SD 3DMark 是这些软件 你的电脑要好吧 你如果是一台普通电脑 你觉得你要不要升个级啊 要不要换一台啊 这些东西都是要花钱的 第三呢就是时间非常非常随意 你这个我待会会说到时间这个问题 就是什么意思呢 老师我们这个做股票不是只能做到九点半到十一点半 然后从一点半做到三点吗 只有这四个小时啊 你为什么说时间随意呢 这里面涉及到另外一个东西叫资金 叫资本永不睡眠 这句话大家可能听出过 是在华尔街的一部电影 这个好莱坞的一部电影 叫华尔街里面出现过的 这个我后面会给大家介绍到 那么时间呢周一到周五你都可以进行交易 周一到周五你都可以进行交易 24小时都可以交易 所以来说呢 这个我后面会给大家介绍到 所以来说呢 这个跟大家说完这一块以后呢 大家可能就明白了 哦就是我们这一行业和影视行业和其他任何行业 都有都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就这个行业基本上是我这样说吧 首先第一他会直接改变你们的命运 这个话我说了一点不假 我们的方磊同志原来也是做影视的啊 方磊同志也原来也是做影视的 呃今年他是87年还是88年的 是87年的啊 这个87年的 然后他是大学毕业 他是大学22岁的时候 他跟我22岁的时候跟着我学 然后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啊 他没有完全实现财富自由 基本上快实现财富自由了 这个我明天就是下节课 我会让他过来发言的 呃大家有什么也可以跟他交流 因为他今年才算一下 今年87年今年25岁 啊今年25岁 基本上实现这做了这个做了三年 基本上快实现财富自由了 啊就算是没实现财富自由 他对于钱来说已经不缺了 他现在想赚钱就跟我们现在一样 想赚钱非常简单 嗯拍个单子 那致命自命换蛋 这位也这位是方蕾的朋友嘛 呃应该也都知道这些里面的一些行情 就是他想赚一笔钱 非常非常简单 赚个十几美金几十美金 就像个玩一样啊就像玩一样 当然你不能今天看到他在这里吃肉 你就忘记了他曾经也被挨打过 所以大家也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 啊这个刘宏也知道的 刘宏是我20002020年我就跟他说 让他来学他没学然后2020今年2023年了啊 这已经快2023年了 然后当时跟他一起学的第一期的方蕾 现在已经快时间财富自由了 刘宏现在还在继续在影视行业打转 所以来说真的是选择大于努力 这句话我再次说一遍选择大于努力 同样一个人 你看2020年学了这个行业 然后方蕾 刘宏 2020年继续做影视 你看最后 方蕾到今年为止 基本上四项财富自由了 刘宏继续在这个影视行业摸爬滚打 我不是在这里要说刘宏的这个不是啊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选择大于努力 他当时是觉得我说一下为什么我会说刘宏 因为他是我表弟 我实话跟大家说 他是我母亲的 他是我母亲的弟弟的孩子 所以来说这也不是外人 所以我也把他拿出来说 所以这个呢 其实我当时也是劝他过来学 他可能当时有一些时间上的原因啊 或者是什么原因啊 他最后 你当时是为什么没有过来学 你能说一下吗 我记不太亲了 当时两年前吧 两年前我看那个政府业务多了 我这边关系还有一点 哪有时间搞这个 好吧 三年过去了 三年过去了 方蕾财富自由 基本上财富自由了 你还在这个里面继续卷 真的是选择大于努力 好吧 所以来说呢 这个跟大家也说一下 这个真的是选择大于努力 方蕾呢 我会在下节课把他请过来 做我们的特邀嘉宾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今年才25岁 你想想 他的前途无可限量 无可限量 好吧 好 我们再来说一下后面的事情 就是股汇市场到底是什么 这个很多人都不太了解 那么这里呢 我把它稍微分一下 就是第一个股汇投资 不是赌博是一个技术 这个我要稍微说一下 这到底什么意思 股呢 就是股票 汇呢 就是外汇 就很多人就觉得 我们做股票 做外汇是不是就是赌博啊 反正就是不是买涨 不是跌就是涨嘛 它总有50%的几率嘛 那么像这里稍微说一下 我在这里呢 还说的是美国股市 如果在上证股市呢 它不是50%几率 它可能只有25%的几率 为什么说只有25%的几率呢 因为在中国的股票 我们把这个中国股票的软件打开 像中国股票 中国股票呢 它只能是做上涨 就是说这个股这个股票上涨了 我就能赚钱 所以来说呢 它不是25%的几率 它应该是多少呢 它应该是25% 50%的50% 也就是25%左右 其实你要是真正说的话 它连50%都没有 它连50%都没有 为什么我回事上说呢 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另外一个东西 里面涉及到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中国的股市呢 非常难做就在于 第一它是T加1 第二个呢 所有的后面都是有庄家在操盘的 所有的后面 所有上涨股市的后面 都是有庄家在操盘的 这一块 我们的方总方蕾 是研究的最清楚的 这个明天大家会可以跟他一起来交流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好 就打是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既可以买它上涨 也可以买它下跌 如果是像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下 既可以买它上涨 又可以买它下跌的情况下 英伟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股票 英伟达 好 既可以买它上涨 又可以买它下跌 那么不管你买涨还是买跌 按道理说 都是50%的几率 注意啊 都是50%的几率 因为在这个市场上面 要不就是涨 要不就是跌 如果你既不涨就是跌 那就是一根横线 就属于停盘状态 就属于停盘状态 所以要不就涨 要不就跌 按照概率学来说呢 是50%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再把它精化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学会了一些技术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概率加大 你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概率加到到75% 然后把概率加到85% 那么你这个概率 概率增加到75% 85%甚至90%的时候 是不是意味着你一定能赚钱 大家想一下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说很多人说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说 我们为什么做着做着 有人能赚钱 有的人倾家大产 在这里我稍微说一下 你们现在技术没学好之前 千万不要手痒 跑进去操作 我来这里是特别特别提醒大家 因为我也是真心是交给大家 然后我们也是真正的在跟大家要进行一些合作和服务的 所以我们不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市场上面亏钱 因为在这里说句最难听的话 你们现在赚的钱也不是我身上出的 是整个华尔街 整个全球这个市场 在未利在买单 对吧 你不像这个 你不像这个影视市场 影视市场 比如说我们同在这个襄阳市 比如说我们同在深圳市 我抢了这个单子 你就没这个单子吃了 我赚了这笔单子的钱 你就少了一笔这个单子的钱 我们属于这种竞争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 在这个市场上面 我们不存在竞争关系 我们属于合作关系 为什么合作 我们一起来割 全球市场的韭菜 我们一起来割华尔街的韭菜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来说呢 我跟大家是站在一条线的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赚钱 因为你要知道 大多数情况下 别人拆理台是为什么 因为你损害了别的利益 对吧 你损害了别人利益 然后别人就要拆理台 但是在我们这个市场里面 你想想全球75亿人 我也不知道我赚的是哪一个人的钱 因为我赚钱的同时 就有一个人肯定是在亏钱 所以来说你想想 那么我们赚的这些钱 我们这些人抱在一起 去兑付了75亿 那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为什么要自己泪动呢 所以来说呢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市场 不是一个赌博 而是一个技术 本身这个概率就是50% 我们现在就是通过技术这个方式呢 提升它的这个成功的这个概率 成功了以后呢 提升了这个概率以后呢 我们就能赚钱了 对不对 你50%就是不赚不亏嘛 然后你提高了以后 你就怎么样 你就能赚钱 好 第二呢 是股市市场是分成哪些类型 这个呢 我们后面再跟大家聊 这个里面细分比较多 第三个呢 就是为什么股市会可以用技术来进行提前判断呢 我相信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 就是说你说AE 因为我是最懂这个隐私的嘛 所以我就用隐私给大家打个比方 你比如说AEPRCHD 你说它这个玩也是个技术对吧 那我承认它也确实是个技术 但是你说这个上涨下跌 它为什么也是个技术呢 好 我待会就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分析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里面的第二点 就是股汇市场到底有哪些类型 这里呢 我就一个个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是上证股票 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 比如说现在万科股 现在房地产股最近在暴涨 因为在上周五的时候 国家出了一个政策 说放开了这个贷款 这个我稍微说一下 就是我会在以后的这个课程里面 会给大家解读国家的一些政府报告 大家可能觉得你跑来真解读政府报告干嘛 我又不是过来学政府报告的 中国的市场 如果你想玩懂上证 注意我说的是中国市场 当然中国的市场跟全国有全世界有关系 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你要想玩懂上证 你要想在上证股票里面能够赚到钱 那不好意思 你一定要读懂这个中国的这些政府的一些报告 还有它的什么一些经济数据 因为只有这些数据 因为这些数据会直接指导市场的走向 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 以后我会找机会给大家解读 第二个呢就是美国股票 中国有股票 美国也有股票 对不对 所以美国股票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比如说 这是我们这个中概股 什么叫中概股呢 这是一种叫法 就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票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票 好这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图流 做旅游的 对吧 然后贝壳做租房的 对吧 爱奇艺 比如说这个是做那个做什么 做视频的 对吧 然后买菜 叮咚买菜 做那个护卫买菜 迅雷做下载的 然后然后包式直聘 大家可能都用过 在里面是做那个都是 这个是做招聘的 你看这些股票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现在在我们中国上市的一些企业 跑到美国去上市的股票 你看小刘电动 这个我还经常看到这个电动车 然后唯品会 不知道百姓中国 百姓中国大家知道吗 百姓中国是做什么的 做现在做麦当劳的 麦当劳都属于百姓中国的旗下 还有什么我们继续看一下 就是邪程网旅游的 我在我买的这个国外的机票 就是在邪程网上面买的 台积电 然后做这个的 台积电做芯片的 网易 大家知道做游戏做的比较百度 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现在在中国国内 输人详的一些科技产业 那么在这里稍微说一下 就是这些科技 科技股票呢 大家现在不要去买它 中概股现在可能会下市 为什么会下市 我后面再慢慢聊 这个因为涉及到一个政策问题 美国的一个政策和中国的一个政策 就是一个审核机制的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呢 我现在不能给大家展开 以后我们讲到美国股票的时候 会专门给大家讲 会专门给大家讲 美国股票里面分成很多种 比如说毛股 中概股是其中之一 毛股 什么叫毛股 就是低于五美元以下的股票 就是毛股 好吧 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讲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在整个股价股市里面有一个股票 我一直想买 同志们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我这辈子如果有机会买到这一只股票 我就我就我就觉得基本上就够了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股票啊 在拉斯达克全部美股啊 这个股票呢 这个股票呢 他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老板 他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老板 叫叫什么呢 叫巴菲特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股票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人 巴菲特 有没有人知道 股神 股神啊 对 股神 然后他开了一家公司 叫波克希尔 这家公司是专门做基金的 这个公司是专门做基金的 做什么基金呢 就是他自己 我之前跟大家解释过 就说我 你不会做股票 对不对 那么我先买一些股票 这个股票上涨了 然后你就买我这个公司的这个股票 买我公司发行的这个基金 然后我找 我只要上涨了 你们就赚钱 如果我亏了 我跌了 你们就亏钱 你要相信我这个 你要相信我这个巴菲特 那你就跟我一起买股票 好 那么这个呢 就叫波克希尔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股票多少钱 我给大家数一下 各十百千万十万 四十六万九千美元 注意是美元 然后我们来算一下 四十六万九千美元是多少钱呢 我们就打四十七万 按照现在的汇率 七点二五左右 三百四十万人民币 一股 注意 是一股啊 不是 不是十股 不是一百股 就一股 三百四十万人民币 波克希尔 波克希尔它分成两个股票 一个是波克希尔A 一个叫波克希尔B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叫融资融卷 它就是说 它现在这个股票已经超发了 发不动的情况下 它又发行了一个新的股票 叫波克希尔B 所以你可以看到 波克希尔前面有个A 看见没有 它还有个B 然后呢 它的这个股票卖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股票是连连上涨 连连上涨 很多人说什么 最之前的这个公司是苹果 其实它是没有把金融公司算进去 应该说是最有钱的科技公司是苹果 如果你要是把苹果跟波克希尔去对比 那基本上那就是权王泰森碰到了一个小学生 那就是苹果在博克希尔的面前就是一个小学生而已 好吗 大家听懂了吗 其实也就是说金融是所有行业的金字塔 我等一下 大家稍微like一下 我看到有朋友跟我发信息 好 我解除一下 大家可以先互动一下 看一下信息 好 继续 好 下面一个期货 期货是个什么玩意儿 期货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原油宝事件没有 听说过了 在我们这个群里面打个一 没听说过了 打个二 我要确定一下 因为期货是涉及到一个什么玩意儿 都是听说过的 对原油宝的这个事件是在2020年也就是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 其实原油宝其实就是一个期货 原油宝就是一个期货 我会在后面给大家把原油宝的事情来龙去脉给大家讲清楚 让大家了解通过原油宝这件事情来了解 就是说为什么原油宝这个事情最后为什么会在原油会出现了一个负37块钱 什么叫负37块钱一桶啊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很多人都不太理解 就是为什么一个原油已经跌到了37块钱还是倒数 什么叫37块钱负37块钱呢 就打个比方 37块钱 我买一桶油 打比方 37块钱 我买一桶油 那么负37是什么意思呢 我负37块钱就是 我给你37块钱 然后我再给你一桶油 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很多人不太理解 这个负37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里面是有波折的 这个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成是出了一个bug 这个bug呢 好 我们今天不再展开啊 这个我会 这个大家记住 我今天埋的坑 我都是会慢慢给大家补上的 所以大家不用急 不用急 好了 那么原油宝的事情呢 我们以后再来给大家讲 就是它其实就属于一个期货 当然了 在我们这里面呢 也是可以 也是能够 也是能够找到原油宝 也是能够找到这种类似的期货的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 玉米 大家看一下 我通过这个上面 罗文钢 怎么点不了 我想起来了 我没有 我没有那个 我没有登录 那我现在就不登录了 因为花时间 这个登录 我现在是以游客的方式 是不能开这个期权期货的 我这个现在先不登录了 好 那么这里呢 其实都是能够找到的 比如说这个纸签 还有包括原油 小麦 大米 蔗糖 这些东西 它都属于什么 还有天然气 还有原油 黄金 这些东西都属于期货 当然还有现货 我后面会给大家讲清楚 什么叫期货 什么叫现货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 可能有人说我总在挖坑 我后面会给大家慢慢补上 因为今天呢 只是给大家先讲个大概 内容太多了 在这个行业内容太多了 好 我们继续看股票指数 什么叫股票指数呢 这个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就是很多人不太理解 什么叫股票指数 来我们以上证为例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叫上证指数 什么叫上证指数呢 等一下我把这里头设置一下 好上证指数是什么意思呢 上证指数其实就是可以理解成 我们现在所有的上海交易所进行发行的股票里面的统一的一个价格 然后再除以一个它的数量 就是上海交易所上证的所有股票的平均值 大家可以理解吗 就是上证股票所有这个数值的一个平均值 这就叫上证指数 那当然这个呢就是代表整个大盘 经常会有人说大盘涨了大盘跌了 什么叫大盘 大盘其实就是指上证指数 当然还有一个叫深层指 深层指数 深层指 这个大家可以 我就不用去给大家看了 深层指 所以来说呢 深层指数呢 这个就是说白了 就是我们现在的所有在深圳上市的一些股票的一些 涨和跌的一个这个平均值 那当然这个是中国的 那么全世界呢还有一些其他国家 那比如说像美国 那美国呢 我们就说两个最常用的一个指数 一个叫道琼斯指数 道琼斯呢是一家银行 我以后会给大家讲到 就是为什么道琼斯现在变成了一个 变成了一个全球公认的一种指数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叫纳斯达克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 什么马云跑到纳斯达克去敲钟 纳斯达克呢就是一个叫什么 我们称之为叫科技股科技股 那么像这个东西呢都是在这上面可以做的 浮屠浮屠流流 当然浮屠流流 我们现在这个这个软件非常的糟糕 他他要做的话 他必须要用美金 他不接受人民币 现在我们中国要是想用美金去买股的话呢 有一个限制 你要到境外去开一个 我们称之为叫离岸银行 离岸银行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中国属于大陆 大家知道叫大陆 所以来说呢 我们离开大陆的地方就叫离岸银行 离岸银行 所以非常麻烦 所以我们后面会教给大家用其他的方法来做美股 好吧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继续再来看后面的一些东西 货币对 货币对呢 其实就是主要是分为这个交叉盘和值盘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就比如说像欧美 欧元对美元指数 还比如说英镑 英镑是什么呢 英镑是英国的货币对美元的指数 好 那当然大家还有一个最熟悉的 就是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汇率呢 大家知道现在人民币汇率差不多是7.25左右 7.25左右 那么这个7.25是怎么得出来的 其实就是7.25人民币对一美元 所以这个呢 只要他这个货币兑上面有这个美元的 那么都称之为叫值盘 那么相较的呢 还有交叉盘 什么叫交叉盘呢 就说白了 就是我们这个盘面上面没有出现 怎么关不掉 就是在我们的盘面上面没有出现 美元这个指标的都叫交叉盘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 叫你看这个是什么USD 那就是美国美元 NOK这个单词呢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这个国家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叫挪威 它的用的这个货币呢叫挪威克朗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叫GBP USD GBP就是英镑的意思 USD就是美元 大家一定要记住USD就是美元 然后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属于交叉盘 交叉盘里面就是指 我们现在这个货币里面没有出现美元 这一个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EUR EUR是哪里呢 就是欧盟26国 欧盟26国本来是27个 后来英国脱欧了现在变成了26个 所以欧盟26国 然后对英镑的一个汇率 大家可以看到 那当然还有人民币对汇率 人民币我记得是人民币是多少来着 我们来看一下人民币好吧 给大家也看一下人民币是对美元 人民币我想一下 因为很久没做人民币了 我为什么不做人民币呢 因为人民币它有一个问题啊 它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的盘面不太活跃 会导致庄家很容易控盘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庄家控盘了 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技术分析就已经没用了 你的技术分析就没用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人民币是哪一个啊 你看这个人民币 这是美元对CHF CHF是哪个呢 是瑞典 瑞士 瑞士呢 他们用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货币呢 叫法郎 瑞士法郎 香港大家看到 香港这一个就是香港货币 我们再来看一下人民币 人民币在哪里 这个是TRY 是美元对土耳其里拉 GAR 这个是新加坡元 人民币呢 不好意思 一下找不到了 我们这里面好像没有人民币 我们这是个美分账号 大家可以看到USD对JPY JPY就是JAPAN 大家知道日本啊 然后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瑞士法郎对JAPAN 就是瑞士法郎对日元啊 好像没看到韩元啊 韩元 我前两天还在看鱿鱼游戏 我还特意查了一下 那个鱿鱼游戏里面不是最后那个人赚了好像1500亿嘛 1500亿韩元 我当时想一想我靠1500亿韩元到底是多少钱 我后来去查了一下他的汇率 汇率差不多1500亿韩元差不多是划了人民币是1.6亿左右 1.6亿左右 所以我当时非常惊讶 我说他们的这个韩国货币呢是1000韩元对6块多钱人民币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就是我看那个游戏游戏还挺好玩 我觉得那个里面那个钱怎么那么多1500亿 大家可以想一下1500亿如果放在中国那是个什么感觉 好这里就不说了 好我们现在就讲到这里 好我们在最后呢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惑 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市场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技术这个东西来进行提前预判呢 这里面我们要说到以下这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结论 就是太阳下面是没有新鲜事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认知的世界里面 那么只要是发生在现在日常的生活中 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可以算得出来的 有些人说用算命的方式 有些人用什么方式 其实其实呢就是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 叫什么话 以死为贱可以知名师 以人为贱可以得心衰 这句话 这个是唐朝的李世民他说的 你想想唐朝已经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了 连唐朝李世民这个1000多年前的人 他都知道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 那么我们现在能不能通过一个技术来研究一个股票 一个外汇的这一个走势呢 肯定可以呀 连李世民都知道历史每次都在 连李世民这种人 古人1000多年前 他们那个时候连汽油都没有 他们那个时候连电钉都没有 他们都可以知道这个东西都是可以有规律可循 你想想我们现在能不能用技术把它发现 是不是非常简单 所以来说呢这个刚才以死为尽可以知心替 以人为尽可以明得思 所以来说呢我想说的是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有规律在里面 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技术 其实就是一个规律的总结 这里稍微说一下什么是规律 你比如说我是一个侦探 我现在呢就跟踪一个人 这个人是叫张三 然后呢我就每天跟踪他 然后呢我就写出了一个规律表 比如说他会在六点半的时候下班 哎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规律 那我我知道了 我把这个规律摸清楚了以后 我是不是可以在第二天六点半的时候 我就在这个楼梯门口 就在下班这个公司门口 我就等着他 那是不是这个 我发现了这个规律以后 我是不是六点半这个事情 我就可以在这个六点半的时候 我在这个门口就可以捉到他 这第一个 然后有人可能说 哎第二天他可能病了 可能辞职了 或者来说可能当时公司请假了 等等之类之类 对是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说了 规律并不是一定是未来 规律并不等于未来 他呢我刚才之前就跟大家说过 规律只是一个概率 我们所有的技术 都是在把概率提高 但是概率一定不会是百分之百 大家一定要记住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学的技术 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 正确的教育率 就算是天气预报 你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 他也不能达到 我们明天的天气 我就一定能预判的准 你问一下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 科学家他行不行 他不行 对不对 所以包括现在的地震 你说现在科学这么昌明了 他也不能把这个地震 哪个地方会在哪个时间段 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地震 他也没有办法把他 就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能够把他拿出来 所以来说这个规律 一定会趋近于百分之百 但是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 大家一定要清楚 所以做这个事情不可能完美 如果你是一个天生完美主义者 不好意思 不适合这一行 跟大家说清楚 你做这个东西 一定会有赚有亏 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 将我们的胜率和概率加大 但是你要告诉我 金正老师 我给你一万美金 你能不能一定 给我赚到多少多少钱 不好意思 你去找算命师吧 我们不能做这种事情 我们做不了这种事情 我们所做的事情 都是叫概率 没有发生的那一刻 都是称之为只是一个概率学 可能在我的算来 比如说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五 可能会赚 我这一段买进去了 可能它就是最后跌了 那这个也属于概率学 因为我算了百分之九十五 还有百分之五 它还是被发生了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 所以来说呢 百分之九十五 并不代表百分之九十五 就一定能赚钱 大家一定要清楚 哪怕概率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它可能还是有百分之零点零一 还是不能赚钱 所以来说呢 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 所有的事情都是概率学 我们现在所做的所有事情 就是把概率不停的加大 所有的技术分析 全部是在对概率的加大 这一块跟我们的影视不一样 我们影视呢 就是你比如说你学会了AE 你学会了PR 你会拍摄 你所能做的事情 就是属于百分之百 但是我们不好意思 我们这一行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这一行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当然说个题外话 现在呢量子计算机已经出来了 现在Google已经发明了量子计算机 去年的时候发明了量子计算机发明了以后 按道理说对于股票外汇黄金股这个市场 还有包括比特币市场会有非常大的冲击 在当天Google Google这个Google的这个量子计算机公布的时候 比特币市场大跌 为什么我稍微扩展一下 这里面扩展一个知识 你会发现所有东西 所有东西都是有它的这个 就是它的这个前因后果在里面的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比特币属于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它就是存在于电脑硬盘上的一种虚理资产 那么既然它是一种虚理资产 它可以用电脑来储存 它可以用电脑来挖掘 所以大家经常会听到有一种什么叫 叫什么叫矿场 什么叫矿场 我说的这个矿场不是什么金矿银矿的矿场 是比特币的矿场 之前最多的比特币的矿场在哪里呢 内蒙古 大家可能都知道 为什么呢 第一内蒙古那个地方比较冷 第二呢 内蒙古那个地方呢 因为是产煤 所以那里有大量的一些煤电厂 煤电厂呢 就产煤以后呢 它那个地方就是源头的这个发电的位置 那么很多的一些公司呢 就是挖矿的这些公司呢 就把比特币的这个 这个挖矿的这个矿场 开到任蒙古 然后跟这个矿业这个发电公司说 注意挖矿是很需要电的 它可能在我们可能看来 一台电脑开两个小时是一度电 但是因为挖矿那个显卡 要求非常高 它耗电量非常大 它差不多呢 是一个小时呢 可能就要花四度电 五度电 比空调还厉害 所以来说呢 这个为什么他们要选择 像内蒙古 因为气温低 气温低呢 相对来说就会把这个 我就不需要一些这种 大量的一些制冷设备 我就不需要大量的制冷设备 我就可以在里面进行挖矿 因为你比如说要放到广东深圳 你想想热的吧 你这个机房早就已经爆炸了 好不好 热的可以 可以把这个机房都烧起来 所以来说呢 只能放在这种比较偏冷的地方 好了 这个 然后呢 他就跑了这个热蒙古 去跟这些电厂去聊 能不能把这个 我有大量的电需求 你能不能给我进行单独供电 然后呢 你把价格给我便宜一点 现在民用电是0.56 0.5毛6一度电吧 你能不能够谈到一毛钱一度电 那个热蒙古想 我就就地发电 然后立马传给你 我中间没耗损呢 那可以 我就给你了 所以来说呢 之前的这个比特币的公司呢 都是在热蒙古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 好 Google的这个事情发明了以后 也就是这个量子计算机 什么是量子计算机 我稍微说一下 就是说白了 我们如果我们现在最好的一台计算机 比如说 今天老师的计算机 今天老师这台计算机呢 也不是特别好 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呢 够用 够用 你看一下 我是i7-3770的CPU 然后呢 显卡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显卡 我计算机 其实 你看我连个三维软件都没有 我就玩一下游戏 我就玩一下游戏 我的显卡还行 我买了一个二手显卡 如果大家不懂的话 大家不要随便去买二手显卡 为什么呢 二手显卡容易买到矿卡 矿卡就是指这个显卡 已经耗损非常大的情况下 就是卖给你 这种显卡呢 就非常的 就是很容易坏 可能一坏以后呢 它的这个芯片就烧掉了 烧掉以后 你这个机器 你这个显卡呢 基本上就废掉了 所以这种比较便宜的二手显卡 你不要去买 你不要去随便去买 所以来说呢 我这个机器都是买了二手的 我自己配的 我都是网上 比如说买一个显卡 我淘到一块显卡 然后淘到一个CPU 然后呢 淘到一个主板 然后自己把它拼起来的 所以跟大家说一下 当然是我是自己懂这一块 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千万别做这种事情 你很容易被坑的 好 那么这里呢 就说到 就是我普通电脑 是一台电脑 那么量子计算机 是一台什么电脑呢 如果我们现在 全球的计算机 全部加起来 是一百分的话 量子计算机 就是一亿分 就是说 曾经有一个科学 有一个专家 说过这样的句话 就是我们现在 全球所有人的电脑 所有公司的电脑 所有企业的电脑 全部绑在一起 运算一千年 等于量子计算机 运算一秒钟 恐怖恐怖 好了 那么这里头 就意味着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意味着 它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进行计算 包括比特币 所以为什么 在量子计算机 出现的那一刻 比特币大跌 因为所有的 因为你要知道 比特币是放在电脑里面的 那么电脑上面 每个人现在电脑 都属于私人状态 它是怎么 它是有密码保护的 不好意思 如果进入了 量子计算机的 这个状态 那么密码 所有的密码保护 都无效了 它直接就可以 从你的电脑上面 盗取比特币 你想想 那如果它能直接 从你电脑上面 盗取比特币 那你这个比特币 还值钱吗 你就不值钱了 因为大家 没有人敢用这个比特币了 没有人敢用这个比特币 进行交易了 那当然这个东西 没人去交易 这个东西 它就不存在价值 所以比特币 在Google量子计算机 发行的那一刻 开始大跌 那当然它只跌了一下 这个量子计算机 现在还没有进行使用 它只是说 现在发明出来的一个 叫什么 叫测试机 样板机 它现在还没有 放到市面上 如果Google的这个 量子计算机 放到市面上 我告诉大家 所有的外汇市场 黄金市场 原油市场 比特币市场 股票市场 全部会崩盘 好吧 为什么 因为所有东西 全部会被它计算出来 比如说 明天 我可以在那个地方 买入一只股票 买入了这个股票以后 它立马就会上涨 你可能都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全部都给你算出来 好吧 因为任何事情 都是有规律的 我们算不出来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 没有这么强大的运算力 如果我们有量子计算机 的这种强大运算力 我们就可以达到 百分之百的准确 它就不叫概率了 它就必然发生 懂了吗 我讲的有点多 我讲的有点多 大家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 继续 平台与MT4 来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 今天的主题 平台与MT4 就是今天大家 我看来已经有两位 一个是白山 一个 一个是白山 还有一个是宜昌的 叫什么 比亚 比亚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 它存在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很多人不太清楚 我不是在存钱吗 怎么存到跑了一个 个人的一个账户里面去了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玩意 好 先说一下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德普的一个平台 是一个香港平台 这个具体资料呢 你们就可以找这个 网总去要 这个我就不在这里 给大家介绍了 那么首先第一 就是你要有一个 这个德普平台的 一个账户密码 然后首先第一 你要有一个德普平台的 一个账户密码 好 我登录一下 这个平台和我们现在 这个交易账户还不一样 很多人都不太理解 我这个交易账户和这个平台之间 到底存在一个什么关系呢 我马上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好 这个平台在在录在进录的时候 它必须要有一个验证 就是邮箱的一个验证 我现在登一下 7766 好 进来了 好 来 大家看一下 还没刷出来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首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你的页面 在这个页面这个地方呢 大家注意一下 有个叫真实账户 你的这个钱呢 其实就是放到这个真实账户里面去了 如果你要开户呢 你就点击添加账户 然后添加账户以后呢 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就是你要想有一个什么样的账户 这里面可以选择的 有美分账户和美金账户 我来这里稍微说一下 什么叫美分账户 美分呢 你可以理解成 比如说我们人民币 一块钱 现在可能大家看不到这个单位了 一块钱是多少分呢 大家知道吗 一块钱人民币 一百分 对一百分 好 大家见过这个分这个币种吗 可能上了年纪的知道 没上年纪的 我估计见都没见过 一分钱 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是一个铝 是个铝座的一个铁币 就是那个铝制品 就是我们喝了个一拉罐 那个一分钱 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玩意儿 我现在家里还收藏了几枚战 我家里就收藏了几枚战 一分 一分呢 就是一毛钱 就是十个一分 一块钱呢 就是一百个一分 所以来说呢 大家现在所开到的这个账户 叫美分账户 什么叫美分账户呢 你就可以理解成是叫人民币的这个美分账户 人民币分账户 也就是说你的一百美金进去了以后 就会变成一万 你的两百美金进去了以后 就会变成两万 好 这一点大家可以理解 因为美金和美分 它中间是多了一百两个铃的 那么为什么要把它变成一个美分账户呢 因为你的账户越大 你的资金账户越大 你做起来就会越安全 这个我们以后在讲交易的时候 我们会给大家再提到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因为你如果是只是放个两百美金进去 随便做一下 可能可能就出问题了 所以来说呢 这个美分账户呢 它可以让你的这个风险呢 变得更小 其次呢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那所以来说呢 我们就注意了 就是刚才白三 大家可以看一下白三的这个账户 白三是今天早上就存钱进去了 所以他跑的比较早嘛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白三同学的账户 这是白三的啊 这是白三的啊 我确定一下 白三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能够看到它的名字的 虽然是个汉语拼音啊 好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 是86美金啊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86美金 不好意思 白三这个是0.86美金 0.86美金 注意我说的是0.86美金 也就是不到一美金啊 所以来说大家可能一看 哇 给我赚了86美金啊 你别高兴太早 你用的是美分 所以你的利润也是美分 能够理解吗 也就是说你现在赚了0.86美金 占你整个这个百分比的 百分之4.3 白三理解吗 因为这是你的账号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比安 比安的账号是今天下午给我的 应该这个单子已经平掉了 他之前买了一个 我记得是买了一个多单吧 他应该是平掉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后面有老师在跟单 跟着操作的 所以我虽然现在在给大家降课 但是后面还有老师在操作的 这个是 好 这位 这是你账号吗 比安 对 我去看一下 王 对 王运红 你看王运红 好 现在你的账户里面已经是70.64美分 不是美金 是美分 所以来说大家 首先你要看懂 你的这个账户上面 你是赚了多少钱 亏了多少钱 你要自己看得懂 你不能是在里 我怎么一下赚了86美金 我的天了 你这是你简直想太美了好吗 你存了你才存了200美金进去 然后赚了86美金 你是想干嘛 所以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你们现在做的是美分 所以你们的单位也是美分 你不要以为你今天赚了86美金 你存了200美金 今天一天就赚了86 做梦吗 是吧 所以来说呢 跟大家说一下 好吧 那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 有点慢 我把这个关掉 怎么给我退出来 好 我们第二个呢 就说一下这里面的一个存款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里面的一个存款 因为存款大家可能一看 这很奇怪呀 我不是在跟德普进行合作吗 我怎么跑了去存在一个这个 存在一个个人的私人账号里面呢 我在这里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CNY 人民币是CNY 大家注意一下 人民币是CNY 好 大家如果是存200美金的话 基本上应该是在选AKPAL 是选择OTC这两种都可以 好 你看 注意 我们现在选择一个选择这个组账号 这个组账号的意思就代表着 这个是相当于是一个仓库 这个钱是放在这个仓库里面的 你看我现在有四个真实账号 这四个真实账号 我现在就这一个账号 注意我这个是2300美金 所以你们看到的就是2300万 230 应该是230万美分 大家注意下面的单位是USC USC就代表的是美分 如果是USD就代表的是美金 大家注意一下 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再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账号里面 没关系 大家随便看 我这也是自己 我也是开了在这里面开户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账号是USD作为结尾的 这个就代表的是美金账号 USC的就代表的是美分账号 大家一定要清楚中间的区别 中间的区别 然后我待会会讲到MT4 MT4上面它是也会有显示的 好 那么这里我们再来说刚才的存款 存款大家可能第一次用的时候会非常奇怪 我再存款怎么会要求这样呢 我们现在来存USD 大家看清楚是美元 然后我们存100美元 也就是709.86人民币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首先就是你存入的金额 然后这个地方 就会给你换算成人民币的 存的价格数量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入口你随便选 然后确认支付 最低乘500 好吧 先随便选 我这里就不会存 我这里只跟大家说一下 好 这个地方就会弹出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大家注意一下 怎么还叫我这 它是要先绑定 好 这个我就不在那个了 这个我就不再往后操作了 后面会弹出一个某某人 某某人 然后往这个什么农业银行 建策银行 要打入一个相应的3549的一笔钱进去 可能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不会是骗子吧 应该来说 我不是现在跟德普在合作吗 在跟德普这个平台进行存款吗 怎么跑的一个个人呢 然后这个个人可能是一个浙江的 可能是一个荷兰的 可能是一个广东的 哪个地方的都有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 首先我们说一下 就是做外汇 做美股 做港股 你所使用的货币 只能是美元 这里跟大家先说清楚 就是说 你能所交易的货币 只能是美元 不能用人民币 不能用人民币 那有人可能说了 那我现在不是把人民币存进来了吗 所以这里头呢 需要有一个转换 什么样的转换呢 大家知道 其实在一些沿海城市 有很多的一些外货公司 他们赚的 手上赚的是美元 然后呢 他手上赚的是美元 这个时候 他现在需要做一件 这个平台呢 就他因为你要知道 他现在这个平台 他如果要去 去做美股也好 做外汇也好 他必须要用美元 但是呢 他又不想放弃中国这个市场 那怎么办 那中国的这个人民币呢 他又不能直接兑换成美元 大家都知道 银行不给你兑的 这个我跟大家直接说 银行是不会给你兑的 除非你是有必要兑 比如说我要出国旅游 比如说 当然旅游现在不用想了 比如说我要出国这个留学 我要出国工作 或者说我要出国看病等等 如此类的 这些非就是必要旅游 他可以给你兑换一定的美元 普通情况下 你跑到银行 你比如说 哎我不好意思 我要兑美元 他不会给你兑的 一分钱都不会给你兑 那么这个时候就这个平潭呢 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想出个什么好办法呢 他就他就这样 他就找了一个这个外贸的公司 哎外贸公司呢 他手上就有这一个美金 然后呢 他就跟外贸公司说 哎呃你能不能就是 你现在不是在中国吗 你最后能流通的也不是美元 你是人民币 你现在赚的是美元 你看这样行不行 就是我找一些客户 跟你用人民币换美元 那个外贸公司说 我凭什么呀给你换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公司 然后这个平台就说 第一我量大 第二呢 你在兑换的时候呢 你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 这个手续费 比如说现在汇率是7.1 你呢就收取0.05 7.15 也就是说你每一美元呢 你就赚0.05元 人民币 然后你换的多 你就这个怎么样 你就能够这个中间拿到的这个利润就多 哎这个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一个互补 互赢的一个事情呢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想做外汇的 我们手上没有美元 那么我们想做这个美元的 哎想这个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上面想收人民币 但是人民币又不能进行流通交易 所以来说呢 他就找到了这个中间商 这个中间商其实就是一个做外贸的一个公司 他呢你把钱打给他 然后呢他收到这笔钱以后呢 他就把美元打到这个平台 然后平台确认了以后呢 就会给你露金 大家理解了这一关折一层关系了吗 因为大家今天有两位露金了 比亚和白山 他们两位露金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疑惑 为什么打过去的是一个个人 好你们有没有疑惑 来说一下 现在能不能理解了 能能理解 好吧就跟大家说一下 所以来说呢 大家如如果陆军出了任何问题 找平台就完了 平台不会跑的啊 本身就是一个香港的上市公司 他不会跑的 所以来说呢 当然你要把所有的证据留好 就比如说 他会弹出一个个人的这个账号啊 他的这个开户行啊等等 诸如此类 你截图截好 然后呢 就是打款了以后 你不是打款了以后 有一个收据吗 就是银行会给你开个收据吗 这些东西都收好 收好以后 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 当然他不会是说 无缘无故的 是让你这个金没有录进去 可能就是说系统卡住了 或者当时交易的人比较多 让这个忙不过来 那么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拿这个东西去申诉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关系啊 我们这个网总 就是这个平台里面的 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平台的问题 所以今天也是跟大家说清楚 就是如果 就是为什么我们去存钱的时候 他会是一个个人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再说一下取款 取款呢 非常好理解 就是我现在想从这个账户里面 取款出来 那么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只能选这一个 你其他的你选不了 不是你选不了 而是你看国际电汇 什么叫国际电汇 电汇呢 是叫Swift 经常会有一个说法 叫Swift系统 什么叫Swift系统 其实就是美元霸权 这个我有机会再跟大家讲 什么叫美元霸权 就是格林森林体系倒闭了以后 就是黄金兑换美元 这个森林体系倒闭了以后呢 就出来了一个美元霸权的 这个地位 然后呢 跟他绑定的就是Swift 现在俄罗斯越打越穷 就是因为Swift系统 被美国给制裁 关闭掉了 也就是说俄罗斯 不能向任何国家购买他的 他所需要的东西 所以现在为什么俄罗斯越打越不行 之前有人还说俄罗斯能打赢 再来看一下 基本上全部丢失割地 基本上已经快打 基本上已经败了 好 其次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呢 这里就不用想了 因为数字货币在我们中国不合法 直接告诉大家不合法 就不要去碰这个东西了 不要去碰这个东西了 电子钱包 电子钱包呢 中国现在还没有流行 叫Paper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现在进入中国了 但是好像我看了 好像没几个人在用 大家用过Paper这个东西吗 类似于中国的支付宝 但是是国际上的 但是是国际上的 有人用过吗 没有 听说过吗 也没有 好 那就不谈了 那就是说我们唯一能够选择的 就是本地银行 本地银行 本地银行注意取款 点击取款 好点击取款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 按道理说 先要做一个转账的系统 什么叫转账 就是先把你这个钱 就比如说我这个账号的 这个每分的这个笔钱 先要转入到这个账号里面来 这个账号我刚才说了 相当于是一个仓库 我先把这笔钱 大家我操作一遍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里选择转出的账号 大家注意啊 这个是转出 这个是转入 也就是说现在从他转到他这里面来 然后呢 我转多少呢 我转三美金吧 三美金是多少 三美金就是300 因为你注意他这个是每分 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 美金是三美金 然后直接点击确认转账 好 我现在回到我的这个页面上来 好 你看到我的钱包里面就有三美金了 就有三美金了 这是我刚才转进来的 这里稍微提醒一下大家 你们现在是每分账号 你在转的时候 尽量转整数 尽量转整数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把小数点后面的零 给给你直接抹掉 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再转个账 在这里再转个账 你比如说还是从这个每分账号里面 转零点三六 出来 好你看 打款金额零 为什么 为什么 四车五路 对 他不是四车五路 你没有超过一 他直接给你抹掉了 他不是 那你如果要是四车五路 那我不是转个0.6 我就可以赚0.4吗 那你要做这个事情 那不是平台亏死了 天天给你贴钱 0.36是多少呢 0.36相当于是一美金前面有四个零 就是0.000036 因为没有这个单位 因为没有这个单位 你如果人民币 他人民币里面 他就应该是 元 先说 那如果说的话 人民币他是有这个单位 但是也是计算不出来的 首先这个是一美金 对吧 然后后面是 就是脚 分 好 到了分这个地方呢 后面这一个单位是什么 就是豪 离 到这里 到这里才是3.6 所以他 他离这个0.01 最小的这个可显示单位 是在这个地方 他根本显示不出来 明白吗 后面这两个单位 都没法进行计算 所以你千万不要在这里 把这个单位给打进去 打进去就直接给你吃掉了 好吗 这个大家跟大家说清楚 你直接打进去就直接吃掉 你如果是打一美分 一美分在这里面是0.01美金 大家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一美分是0.01美金 所以来说呢 你最小你至少要打一美分 好吧 不然的话你要打小了 你打个零点几 全部给你吃掉 你打多少给你吃掉多少 所以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区款 区款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 你首先把它转到你这个小仓库里面 转到仓库以后 你再进行取款 再进行取款 然后取款的时候 这个相当于 它就不会有什么手续费 这个就不会有什么手续费 所以来说呢 大家就到时候就可以直接 直接来选择这些东西 然后呢 我再说一下 就是可能就有些人有奇怪 我现在不是做了一个 这个网站的一个注册吗 我怎么又要在这里 做这个账户呢 好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账户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账户呢 先说一下这个网站 网站呢 是一个平台 相当于你可以这样理解 网站相当于是一艘航空母舰 网站相当于是一个航空母舰 然后呢 我们做交易的呢 是航空母舰上的一艘飞机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交易软件 是这个航空母舰上的一台飞机 这个上面是互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交易的这个账号 我这个账号是21144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我给大家看 你看211445就这个账号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就这个账号 这个账号 我在这里操作的所有事情 会直接影响到 我现在进行股票外汇交易的这个账号 大家一定要理解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 它其实也是有单位的 USC USC 我这个账号是USC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老师做的这个账号 我们这个老师今天没开单 现在没开单 今天赚了173 大家自己看 11月14号 盈亏金额173 它是USD 注意不是USC 9207 他现在没开单 现在没开单 但是盈亏金额173 美金 173 173 美金 173 美金是多少钱 我们就打7块钱 3721 7749 差不多1000 1000来块钱 1000来块钱 差不多就这个 差不多这个数值 这个我就不用再具体进行计算了 然后大家在可能在稍微 所以我再说一下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出入金 这个是什么玩意儿呢 就是 入金很好理解 入金很好理解 就是我的初始资金 9000 大家看到初始资金9000美金 然后呢 出这个变成了一个绿色 负数代表什么意思呢 负数就代表着 我现在出了2000美金 我拿出去花去了 我拿了2000美金 拿出去花去了 你看我这个账号就是这样的 我刚才不是 我刚才不是出了三美金出去了吗 我刚才不是出了三美金出去了吗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进了太多了 我今天今天太多了 住进了很多 然后出了出了三美金 好吧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交易 这个交易的这个账号 和这个这个账号的上面的一个区别 然后这里呢 就是在这里面有一个叫魔力账号 魔力账号的意思呢 非常好理解 就说白了 就是我现在还属于菜鸟小白 但是我想验证一下我的技术行不行 OK 验证一下技术可不可以 那就拿虚理账号去玩嘛 好 建议大家今天晚上 每个人开一个虚理账号 然后初始资金 给你个1000美金吧 你点击添加账号 然后在这里添加 添加 然后杠杆 1-500 这个大家 大家就选1-500 我们后面就以1-500为例 1-500为例 然后设计一个交易交易密码 好 我在这里呢 就就这一块 大家有什么问题 做了这一块有什么问题 学了这一块 就是大家自己去开一个账号 有什么问题 这个账号呢 在开的时候呢 他会问你要存多少钱 这个我记得他有个地方是要多少钱的 我这个还立马设置有问题 你看这里面创建的这个黄色的都是这种虚理账号 在虚理账号里面呢 我们是可以修改第一修改杠杆 存款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钱不够了 我再往里面掐 这个加呢 你反正就是随便打 因为本身虚理账号不做数的 所以你随便打 你看啊 现在我这个上面不是显示的是 1万美金吗 你看是USD 这个别当真啊 不做数的 我这个地方再选择个500 大家可以看到确定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变成了10513.45美金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你的虚理账号 好了 这个虚理账号怎么怎么进行登录呢 从今天开始 你们首先去创建虚理账号 然后把这个APP装在里面的手机 和装在里面的电脑上面 因为每天要开始来复习盘面了 好吧 怎么登录呢 点击下载 点击下载交易软件 我们现在选择交易软件 在交易软件里面选择 选择MT4 还没刷出来 好 这个 如果你是安卓的手机 你自己去下这个 如果你是苹果手机 你去下这个 如果你是普通的电脑 它的普通电脑在哪里 不好意思搞错了 是这里 大家注意啊 你们要下这个软件 叫MT4 我刚才一直跟大家说的就是MT4 MT4 大家在里面 比如说我是桌面电脑 你去下这个版本 你如果是安卓手机去下这个版本 如果你是苹果手机 你去下这个版本 OK 下完了以后 注册一个账号 怎么登录呢 这里我再说一下 怎么登录 好 这里我教大家 首先呢 你这个都会了吗 同志们 这个都会了吗 苹果手机下载不了 苹果手机下来了 苹果手机 你要把它下了以后 把它直接放进去 苹果手机 我先说一下 这个软件现在被制裁了 那老师 我现在可以上 我还没开库 你还没什么 开库 开库 开库是什么 我还没有开库 赶紧去开库 赶紧去看看 我又过两天 我这段时间已空 好行 那这个不管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行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登录 苹果手机 你去问一下王总 好吧 因为他是管平台这一块的 我这一块 我没有苹果手机 不知道 好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怎么来登录 比如说以电脑为例 以电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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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打开 打开了以后 你看这都是我的一些交易账户 比如说我打开这一个 然后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 11238679 这个是相当于这个就是账号 我点击 在我们的左上角有一个 登录到交易账号 然后把它抗加V粘贴过来 然后把它的密码 密码它这里不显示 这个你们自己应该自己密码 自己设的 你应该自己知道 然后呢 你再看一下 就是这里头还有一个叫服务器 服务器是什么意思呢 你把这个东西 抗拒加C复制过来 抗加V粘贴 粘贴过来 点击登录 点击登录 没有连接 没有连接的话 我们可以再点击一下开心的 点击一下扫描 就可以了 一定要扫描一下 好 进去了 啪的一声 只要听到啪的一声 这个声音 那么就进去了 他现在还要刷一下 重新再登一下吧 进去了 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 这个 在我们的网页上面显示是 10501345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看到没有 那么也就是说 你现在这个模拟账户 和这个MT4 就绑定在一起了 那么这里我稍微说一下 就是这个平台和这个MT4 这个软件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平台呢 我刚才说的是航空母舰 然后这个软件并不是这个平台自己做的 这个软件呢 是俄罗斯人做的 这个俄罗斯人他只做了一个这个软件 他没有怎么样呢 他没有去就是做一些商务的贴广 所以来说呢 就是平台 但是有人想交易 有人想交易怎么办呢 就是所有的像比如说像这些 外汇经营交易的这些这些平台 他就会租用 注意我说的是叫租用MT4的这一个软件 所以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都是在使用MT4这款软件 进行他的这个租用的使用 这个使用权并不是得普 这里说一下 那么真正的这个MT4这个网页在哪里呢 也告诉大家 这个网页他现在还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 什么服务呢 MQ5 MQ5 MQ5在哪里 等一下我找一下 MQ5他还提供一个跟单的服务 也是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真正的 真正的不是我们一个人在这里做 是很多人在这里做 就是打今天我相信我说完了以后 应该很多超过大家的认知 我说了很多东西应该超过大家认知 首先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这个俄罗斯网站 不过他有很多的名字 很多的一些字 就是你可以切换文字 你可以看可以切换中文 英文 俄罗斯文 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 日文 德文 韩文 法兰西文 意大利文 土耳其文 这里面你可以设定文字 设定文字了以后呢 你会看到这里面好像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网页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它做的一个连带性的服务 什么样的一个连带性服务呢 就是MT4它不是创建了这个软件吗 在很多人在MT4这个软件上进行操作 那么有些人就操作的特别好 操作的特别好 他就想着就像我们这样 那你要想操作的特别好 你可以让大家一起赚钱 然后你在收他们的一些手机费 那你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赚钱 所以来说呢 他就在一个平台上面做了一个这样的服务 什么样的服务呢 你看这是一个俄罗斯的啊 这不是中国的 大家注意这是俄罗斯的这个巴西吧 这个大家应该看得懂 这是越南 大家看得懂这个国旗吧 这是俄罗斯 这个我还不知道这是哪个国家 这又是越南 这是波兰 大家知道散击波兰 俄罗斯散击波兰 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 这是 这个是什么国旗啊 这个是印度 这个是印度国旗 这是印度 这个是菲律宾 这个是 这个是挪威 大家可以看到 你这太多了 全世界的世界各地的所有的 我把这个网站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自己慢慢到上面去看啊 非常有意思 然后这个上面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都在里面在在做这个事情 哎中国的看到没有 中国的国旗 然后呢你比如说 你看这个人特别有那个 然后呢你就点击 点击以后呢 然后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点击订阅 然后订阅了以后呢 你看他要求下载这个软件 下载完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进行订阅了 然后他注意 他不是免费订阅的 他是每月复制就是订阅 你的这 比如说就跟我们是一样 他这里开个单 你这里就会开个单 然后他那里赚钱了 你这里就能赚钱 然后他每个月的订阅费呢 是30美金 大家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也是30美金 然后这个是50美金 大家可以自己看啊 这个东西 你们自己可以到网上去玩啊 这个东西75美金 看到没有75美金 然后自己去选嘛 这个东西40美金 所以来说 你想想 你如果交易做的好 你缺钱吗 我请问你们 别人求着你让你来跟 求着你要跟你的金 你缺钱吗 你还缺客户吗 同志们 你还像影视一样的求你了 你把你这个项目给我做吧 需要吗 同志们 你们觉得需要吗 来说一下吧 能说话吗 刘虹 刘虹 刘虹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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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得到吗 大家去看一下啊 你看啊 他这个 你看他这个是1272 1272% 也就是说他现在100美金 已经滚到了1272美金 也就是滚到了1272美金 然后呢 你看啊 他现在有54个人在跟他的单子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数 54个人在跟他的单子 然后他每个月是收30美金 你可以算一下多少钱 然后他现在还在赚 然后你看这个人是418个人 在跟他的单子 然后每个月是44美金 你觉得缺钱吗 我有个问题啊 他这个平台对于说相当于就是个 就是个平台 然后就说连各家的服务器 然后进去看了是吧 对因为他本身就是做这个软件的这个服务商 所以他有所有平台后后台的数据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一个东西呢 共享给大家 当然也不是白共享的 你也要花钱 嗯 花钱没看到花在哪啊 你下载也是免费用啊 这东西 你不花钱他不让你跟啊 那我们就不跟嘛 我们跟着你不就行了吗 那你不跟那当然可以 跟我是可以啊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跟一个 你看我们这个收益率 一连也就百分之七八十吧 对吧 那么你看他的收益率 一连3258 你想不想跟 也就是说你存100美金进去 你一连以后你就会变成 3258 3258 应该是变成1000 100美金进去会变成 直接变成3258 你想不想跟 那肯定想跟啊 但是你要花钱啊 那你就要花40美金每个月 那你要换 你要跟一连是多少钱 你跟一连40美金一个月的话 12成40 那就480美金 480美金 480美金我们再乘以7 我们就打7吧 7856 478 也就是说要花3500块钱左右 对吧 嗯 也就这个钱 你是要交给这个人的 嗯 这个人理解吧 嗯 那这货有点厉害啊 所以你觉得你还缺钱吗 请问你要知道 这里有多少人在跟他的单子 418个人 这上面都是数据 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418个人在跟他的单子 26个人 所以你想想 你只要技术好 你根本不缺钱的 为什么方蕾说 我现在基本上财富自由了 你现在明白方蕾说的这句话的意思了吗 嗯 现在是方蕾 方蕾就是跟这一样的 方蕾是我们这边的大咖 原来是我的学生 20 我刚才说过嘛 2020年的时候跟着我学的 我当时 我当时教的他 我当时我不是 我们这个班不是第三个班吗 大家注意我们这个班 我们现在是第三期吗 我们写的不是第三期吗 前面第一期就是方蕾 第一期就是方蕾 刘宏认识的 还有那个致命换蛋应该也认识 好吧 这哥们还是个越南的 排第一我看 还真的 还是个越南的 来看一下 他不会让你看 有些数据 你没有花钱 他是不会让你看的 那肯定的 你看了我 所以 但是你看到这个上面 你这个曲线图你能看到吗 那得看到曲线图 这个曲线图是什么意思 有点牛逼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横向的是代表的是时间 也就是11月到12月 你看1月份到11月份的数据 然后纵向的这一个代表 是他的金钱 这个能够看懂吗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钱 你觉得你觉得这些人都会缺钱吗 我就问一下你学A1 你能学到最后不缺钱吗 你学什么PR 你学CD 你学3D Max 你学摄影 你能学到不缺钱吗 同志们 你看一下别人做的 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也基本上快达到了 只是我们现在资金量相对来说有点小 等我们资金量变大了以后 我们基本上都是 都是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定位是基本上实现了财务自由 为什么没有说完全实现 是因为我们现在相对来说 资金量还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资金量没有那么多 如果我比如说我有个十万美金 打个比方 我不是说叫大家有十万美金 我说打个比方 有个一万美金放在里面 我一个月两三千美金 我不就活得很好了吗 两三千美金花了人民币一万五六千块钱 不需要你上班 不需要你去应酬 你想干嘛就干嘛 你想去哪个地方 你想去云南去玩 你就去云南去玩 你想去这个美国去玩 你就去美国去玩 你想去日本东京去玩 你就去日本东京去玩 有什么限制吗 请问 听懂了吗 当然你说这个是mk5 这是俄罗斯的 咱们再看一个 咱们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 中国的 这是中国的 叫followme 我把这个网站也发给大家 就是说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市场 所以来说呢 你了解这个市场以后 你会发现 谁缺钱呢 这玩意儿 你说缺钱的都是 咱们不多说了 来看一下 眼见为实 听为虚 这个东西 你说你说你能接单 你能说你接单不缺钱 你基本上说假话 好吧 好来看一下这个人 这个人 我随便选了一个 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 这个人水平怎么样 大家自己点进去看 大家自己点进去看 刷一下 没刷出来 这是个国内网站 这是个国内网看 他的这个操作模式呢 跟我们这个MQ5 这个操作模式是一样的 无非这个呢 是俄罗斯的 这个呢 就是中国的 当然他总部也不是在中国 他也是全世界的 但是中国比较多 中国居多 来看一下 就比如说 来看一下的这个 他的交易 他的交易 交易账户在这里 交易账户在这里 好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 平均盈亏 他这一个亏了 这个亏了 来我们再选一个 随便点的嘛 找一个随便点一个 随便找一个 看一下这个 他现在呢 订阅只有两个人 这个人相对来说有的少 他的这个每个月的价格呢 是300块钱 注意这个是人民币 因为这个是国内的一个 所以这个是人民币 然后呢 他的这个 这个跟刚才是一样 他现在这个 他现在这个做的也不是特别好 大家可以看到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跌 我们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找一个人 找一个人比较多的吧 来我们搜索一下 在社区里面 在市场里面先搜索一下 筛选 这个应该是一个官方的 应该是一个官方的 这个先不看 时间证明一切 看一下这个跟单的人有多少 订阅37个 这个情态订阅人是423个 这个是订阅49个 这个订阅647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些订阅数 这些东西也就是代表着他后面有多少人 然后后面的这个资金就可以成 有这个人订阅两个 这个上面 这个中国的看来还不太行 他中国的跟这个 跟这个世界的比起来就差了很多 这个世界的看起来还是看起来更厉害一些 世界全世界的人都都在上面在玩 他不是说仅限于中国 全世界的人都在上面 所以来说 这个有了这个东西以后 大家其实只要水平够屌 只要水平够屌 你都可以在上面进行 玩订阅 让别人复制你这个仓位 然后你就可以赚钱等等 诸如此类 好吧 这个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了 基本上我就讲完了 今天的这个内容基本上就讲完了 好看大家有一些什么问题 我们后面就稍微的那个一下 然后稍微再说一下 我刚才忘记说了 就是我们这一个就是这个平台 德普这个平台 我们最好是在周二周三周四出金 周二周三周四出金的相对来说 出金的人比较少 他排的就会快一些 排的就会快一些 基本上就是白天 白天的两到五个小时 就能把这个金到你的账户上面 晚上可能要慢一点 因为他这个服务人员也要下班 也要休息嘛 所以他就晚上就会慢一点 周一到周五 周一和周五 这两天是出入金最多的时候 所以这两天大家尽量不要选择 就是在这两天进行交易 可就是进行出金的时候 可能会到了第二天 就比如说周一我想出金 可能到第二天周二的时候 我才能在银行里面看到这笔钱 所以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大家想出金 当天到账 周二周三周四再出金 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 再做这一块的跟单服务 然后在做跟单服务的时候 大家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当你现在赚钱了 你超过5%的收益 你就自己去把钱给取出来 好吗 这个钱你们自己去取出来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彼岸这位同学的这个账户 他现在已经有0.81美金了 这个大家看得到 0.81美金了 0.81美金了 你看这个是他的余额 0.81 那么0.81 你算一下5万美金的5万美金的5% 应该是多少 25美金 25美金 25美金的话 也就是说如果要这样跑的话 看一周能不能把这个25美金跑出来 我们尽量吧 这个东西不能说给大家保证 我们尽量就是看能不能让我们这个彼岸同学 在周五的时候能够成功的把25美金赚到手 好吧 在这里也只能说我们尽量 不能说绝对 好吧 好 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好 有什么感想吗 说一下 老师你发的这个链接是什么 上面那个链接就是那个俄罗斯这个MT4这个平台的跟单软件 跟单链接 你们可以自己进去看一下 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个假的 比如说我们在玩这个外汇啊 玩这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假的 你看全世界都人都在玩 不是说我们在这里给大家 你自己去看这个东西 对吧 就这个网站 第二个呢就是follow me follow me呢就是这个国内的 国内的这个网站 也是个跟单的 也是一个跟单的一个这个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好吧 就是了解一下 就是在你们的这个世界观里面 可能从来没有这个外汇黄金 还有什么美股这些概念 那么通过这个东西呢 可能你们慢慢的会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就是说你不要把你的这个认知就放在国内 你认识的所有人都是中国人 你可能以后要认识一个美国人 可能要认识一个波兰人 可能要认识一个俄罗斯人 这是哪个地方呢 这是乌克兰 可能你要认识一个乌克兰人 这是沙特 这应该是你看阿里巴巴 这不是阿里巴巴 这不是那个就是什么沙特那一块的吗 巴西人 你可能都会认识这样的一些人了 你的世界观 你看连这是这是哪个 这是爱尔兰还是哪里 是伊朗吗 我确定一下 伊朗应该做不了外汇啊 因为外汇是受限的 这是个伊朗人 这个应该是个伊朗的 这个国旗应该是个伊朗的 你看就是你能够看到的这个东西 就已经超越了国界能够理解吗 同志们德国的 就说你们现在从今天开始 你们的眼光就不能只放在国内了 你们应该是放在全球 所以你会你跟我 你可以发现啊 就是大家也听过我的课 也听过不捞扫了 大家可能会发现就是我的一些认知 我的一些见识 可能大家会觉得叹为观止 我不是在这里吹流啊 就是你会觉得什么东西我都懂一些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的认知已经是放在全全地球了 咱们不说假话 我马上要出国去旅游 我马上要出国去旅游这个事情 就说这个事情我就已经把它放在 放在一个相对来说 大家可能就是那个的一个 就是大家现在的层次可能还局限性 可能是某一个某一个城市 可能就某一个省 可能这个省我现在都出不去 可能就这个小区里面 那你现在可能就那个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今天这第一节课给大家打开一个认知 大家以后所看到的世界一定是一个地球 而不是一个城市 不是一个小区 不是某一个国家 懂了吗 嗯 大家有什么今天我们就讲完了 还有什么大家可以沟通一下 然后MT4和MT5是 MT4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CC2020 MT5就相当于CC的2023 2022就是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软件只有正版没有盗版 所以这个软件的租用非常贵 所以MT4现在是最流行的 因为它租用的最便宜 MT5增加了一些功能 但是呢它的费用就会贵 那么羊毛是出在羊身上的 你用MT5 当然它里面的一些工具会变多 当然你交的这个给平台交的这个费用就会更多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使用MT4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MT5里面很多功能我们用不上 就像就像A1一样 A12018和A1这个2020 你很多功能用不上的情况下 如果你买的是正版 你会选择2018还是2020 你还不是使用 对吧 2018你继续用吧 对吧 反正现在无所谓 我现在哪些功能又用不上 好吧 好 还有什么问题 来说一下吧 白三说一下感想吧 今天这节课结束了 来每个人说说一两句吧 来白三先说吧 让我们建一个虚拟账户 然后做 那个虚拟账户是跟我们那个实际账户一样的 也是跟着单的吗 没有 虚拟账户你自己做吗 虚拟账户还需要去跟单吗 哥 不是 我怎么可以操作 操作的事情我们下节课才开始讲 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涉及到这个软件操作的 你先去建一个账号嘛 然后看一下 老师 老师就说这个虚拟账户的 进账和亏是跟着这个整个 就是跟着这个 就是跟这个交易是一样的还是 跟交易是一样的 跟你的实盘没有任何关联 跟你的实盘没有任何关联 那我搞个虚拟账户干啥呢 他没有涨和跌 他是 他是怎么涨怎么跌 不是 他的意思是说 是不是根据目前现在市场上的变化 是的 是的 现在虚拟账户里面的所有操作 跟我们真实账户是一模一样 但是唯一的区别就是里面的钱是假钱 对 对 这个我懂 就是他的涨和跌 对 都是跟我们市场是一模一样 唯独里面的钱是假钱 好 还有什么问题 白山的问题说完了吗 说完了 好 彼岸 就是也是这个意思 但是可能还 还不会接 还慢慢摸走 这个你们可以在私下找网总 好 致命换蛋 我们方磊的 方磊 没啥问题 好 是 图图 微信用户 微信用户 不知道叫什么 谁 心境之行 心境之行 我还是要慢慢摸一下 慢慢的摸一下我要 好的 红哥 我一会看看 先建个虚拟账户 操作肯定不会操作 下一步你来讲 先给你这个奖励先摸一下 我说句实话 你有没有一点后悔 在2020年的时候没有跟上这一班车 对吧 我觉得是的 应该学下这个 这个走哪都能用啊 你看当年方磊选择这个 你当时继续做影视 好不多说了 王生冲 王生强 王生强 说不了话吗 王生强应该还是上班 他进来了没有 进来了 进来了 进来了在上面 行吧 那没问题 我们今天就下播了 然后下一次周三还是周四 我要先搞那个电脑怎么搞 会议室那里 会议室那里 好白山你做班长怎么样 白山 白山你能不能做班长 白山是第二次任命班长 第二次任命班 他们上任 好 那先来推举一个班长 看哪位 白山白山 白山行不行 班长做什么呀 帮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可以 好那白山就做班长 就比如说像一些这种团讯会议 有一些这种问题 你要学得最好 到时候可能这些技术上的东西 他们没听懂的 你要来多解释 我尽量脑子转的快一点 好的行 白山的脑最好使白山的脑最 行可以 那白山就是我们的班长 星期三还是星期四 星期三 星期三 可以 你们呢 我无所谓 好 那就星期三吧 星期三 星期三 好还是七点半 我看到你们今天七点半好像有点勉强是吗 不是 我呢 主要是为了搞这个